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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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大家好 我是Steven 這邊是Steven 數位社群行銷解貨市 在這邊呢我將會 在行銷生涯裡面 總共交了四百堂課 八千個學員的經驗 跟操作破千個專案裡面有一些 精華不管是學員 或者是客戶遇到人疑難雜症的問題 這邊都會一一的為大家來做解貨 線上跟線下差別我這邊提供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是累積 線上是你坐上去之後 永遠在網路就有留存 線下可能經過時間你捷運燈箱 公車看板 電視廣告就下去了 可是線上的你的網站的內容 社群的內容 SEO所留下來的任何的鋪件內容 都留在網路上面 就是說一次做過的終身享受 早做早享受 所以它是累積在網路上面的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部分是 行動 就是我們看完一個線下的活動 我們要買東西怎麼辦 你是不是要走到店頭 比較遙遠還要搭車過去吧 所以它比較沒有辦法 下一個行動是很直接 但線上是直接點了按鈕 就導到商城去購買了 不管是導粉絲也好 導購物車也好 都立刻方便快速可以過去了 所以它的一個行動很方便 好那第三個呢叫做免費 什麼叫免費呢 因為網路是一個可以擴散的地方 所以它有很多 那基本上線下就是所謂叫做 Pay Media 所以線上多了 EAR Media 對不對它可以擴散 所以它就有很多人們的按讚 留言分享擴散出去的 我們叫做 這種自然的擴散的 因為有這樣的免費 代表賺到的媒體 只要內容不錯 人們就會主動幫你轉發出去 而這個轉發內容是網友更喜歡的 因為人們比較不喜歡看到純廣告 比較喜歡看到自己親近的人 就分享出去的內容 謝謝